如果按照副本难度的话 就是离哪一代的主角团是最难通关的呢 欢迎大家把你的看法告诉外科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代团的版本 主角团是一米九五的壮汉乔纳森 修行波门多年的齐贝林 一眼看穿迪奥的本质 爱管闲事的史比特瓦根 反派这边的配置是放弃做人的迪奥波兰度 成为吸血鬼后 迪奥又制造出了黑骑士 开弹手杰克等次一等的失声人出来 作为吸血鬼 无论是身体的面板还是潜力 都远远超出了人类 所以出身暗黑街 有着一身好功夫的瓦根 就直接下线了 转织成了周周的第一代现场解说 尽管只要开发出的企划冷冻法 但依然还是无法改变 波门对希尔维的压制作用 所以我觉得一代团的通关难度 其实是最低的 不要忘了 齐贝林大叔不仅摇来了自己的师兄弟 还把自己的师父多佩蒂也交了过来 在一代的幻影之血中 最强的波分是 并不是得到了齐贝林传功的乔纳森 而是没有出手记录的多佩蒂大师 他也是周周里第一个能够预见命运的角色 如果按照后来补完的设定 他也是将波门秀列到最接近替身的人类 所以一代团的通关难度是最低的 更不要说大乔在还没有接触波门的时候 光靠肾上线索 就爆发出了堪比吸血鬼的蛮力 人形白金这个词 用来形容他还是非常贴切的 一代幻影之血的通关难度 两颗星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二代团的刷本难度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非常喜欢二乔这个角色 他也是周周制度风格的开创者 但我还是要说 二代团的通关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也是升级最不合理的一代猪戒团 上一部里的最终boss吸血鬼 在战斗潮流已经沦为了杂兵 师生人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 第二大人在这里 也不过就是他口里的面包罢了 吸血鬼只能说是卡兹实验的副产品 最多只能算是烈化完的猪战 如果把刚觉醒的猪战 实力定位是100的话 吸血鬼的实力最多也就是 站立只有5的渣渣 在过去 卡兹他们几个人 就直接把罗马的波门一族团灭 二球的波门 不论是瓦姆乌还是卡兹 他们都有破解波门的方式 卡兹能在几米的距离内 直接切开修罗特海姆射出的子弹 如果我们一点点拔的话 二代团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率 所以荒谷换的这种方式制动 可就算是这样 对上升级后的终极生物也是毫无作用 最后能够打败卡兹 只能说是运气好 我反正是找不出其他的理由出来 所以二代战斗潮流的通关难度是5颗星 在我看来三代星辰斗士 是通关难度最低的一代 因为我们有周周史上最强的男人 空调成太郎和无敌的白金之星 三代主角团的平均实力是被严重低估的 C位当然是麦鱼强 周周粉丝心中最强的男人 白金之星有着世界最强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 毕竟设定上白金之星最后可是超越了光速 如果不是被成太郎张口恶脸 闭口恶脸 我觉得白金之星的实力还能抬一抬 在预制移动路线的情况下 依旧站车能够斩断在框线中移动的暴降难 二乔到后来就是个全能的数据检索库 阿布德尔能攻能守 一个火焰龙剑能把钢铁变成液体 一起的鱼者根本就打不死 发绿色法黄也是个多面手 除了替身能力 三代黑最恐怖的一点就是他们身体强 人间助暖的配置 自在所写的Buff 甭管是多严重的外伤 到了下一话都是活梦乱跳 这样一个配置 你要迪奥的手下怎么办 埃及九龙人加上塔罗凡 就算一起上 我估计也是白送的 光是一个白金之星 差不多就能直接殴拉到迪奥的大志 就算队上能够暂停时间的世界 白金之星也是没有吃过别的 力量和速度 压制三目的所有提升 以至于荒木必须限制白金之星的时间 否则其他的伙伴都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在三代中能对主角团 他们产生威胁的提升非常少 所以荒木在最后直接提升了难度 可以吞噬一些无视任何攻击的压空障器 仅次于白金之星可以暂停时间的世界 时间系 空间系 二次元的两大顶配同时出场 不论是亚空障器 还是白金之星VS世界 这两场战斗我都非常喜欢 因为不仅绝望还非常的合理 如果不考虑迪奥大载的 那星辰斗士前面的难度 最多也就是一颗星 算上亚空障器和世界 我认为顶多也就是两星版 四代不灭钻石是短板最少的一段团 也是通关难度比较低的一段 主角团方面 成太郎28岁 虽然没有了无敌的buff 但仍然处于巅峰时期 绿素双A的配置 加上能够暂停时间的能力 妥妥的boss机面板 所以在四部 荒木给成太郎的主要工作 不是看报纸 就是喝咖啡 毕竟如果是面对面 他只需要一个回合 就能把学样机影揍爬下 主角杖柱的提身疯狂暂时 有着和白金之星一样的绿素配置 灵魂头状态下 甚至能够破开白金之星的防御 新生能力是幸福 整个周周世界里最强的奶妈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占助就能把你给拉回来 超级赛亚人狂来抗一 系列首个进化型提身 根据需要 可以在回音三个形态间 自由的切换 能力非常的百搭 大聪明意态的轰炸空间 可以直接抹出空间的存在 即使比亚轰炸器 还要搞成一个段位 我认为在所有的提身中 轰炸空间的攻击能力 也是独一份的 加上荒木的投影 理想的漫画家《岸边路盘》 更是直接带着作弊的修改器 你这样四部的坏人怎么办 和其他的副门不一样 此不认算是 没有真正意义的BOSS 剧情的推进也不是线性的 哪怕是最强的新红辣椒 也不敢硬碰 成太郎的白金之星 所以四部里 增加了很多规则性的提升能力 比如照片老街 比如空中飞人和廉价把戏 如果不做条件限制的话 四部里的反派根本没法打 白金之星可以干掉新红辣椒 战术可以无伤打败 几粮机营 但正是因为本成太郎实在太强 因此给几粮机营 下出了败者时辰 时间进入了一小时的无限循环 直接把难度等级拉满 如果没有找人的话 不论是成太郎还是仗主 都没有可能破解 败者时辰的死亡循环 虽然尽管不变钻石的 主角团的实力非常强 但通关的难度却是最大的 我觉得他们的通关难度是五颗星 黄金之风是团队配置最前 但也是能力最弱的一代 工具方面有利速双A的钢链手指 有洁癖的暴躁老哥 信息上有能回溯案发现场的茶哥 真正方面有火力全开的小分析 暗沙上肉顿刺客密斯塔 但硬实力却相当的不同 他们的对手是 李苏特率领了暗沙小队 组织老板的七位队 虽然暴死迪亚波罗的牺牲 是能够预见未来操纵时间的飞鸿之王 明面上的实力对比 不解小队可以说是被全面压制 从不才直接给黄金体验开大 直接对标了三部的白金之星 简单来说黄金体验是一个 无所不能的牺牲 在觉醒后 黄金体验的能力就没有任何的短板了 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仗主可以奶自己的话 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去打败疯狂战神呢 哪怕失去了双手 黄金体验也能通过自己的造物 重新制造出来 这就让双方的实力彻底逆战 加上暗杀小队配置的失误 使得融入他们可以相对容易的轻松通关 尽管飞鸿之王的慕之明 加时间删除 是个很完美的能力组合 但意义的持久 加上时间飞跃的过程 黄金体验也只能删除 不利于自己的时间 看似迪亚波罗占据优势 但其实双方一直都是五五开 黄镇的出现也根本算不上是机械将尘 所以黄金之锋的通关难度 最多也就是三颗星了 终于到了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段内容 石之海的通关难度 你觉得应该是几颗星呢 我认为石之海的通关难度是五星级 普希开始的替身白蛇 虽然直接战略不行 但它有着和天堂之门一样 公开作弊的能力 光剑抽取也是无法防御的一击必杀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普希从迪亚那里 完全了解了成太郎的提身能力 提身战到了后期 基本就是信息差 再强的能力 如果提前知晓的话 都有可能找到破解的方法 所以普希上来就用徐伦做诱饵 让空调成太郎直接下篇 废掉了白金之星这个前期最强的提身 不过在这个阶段 普希的手下和徐伦的实际对比 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毕竟徐伦这方面也是5A1C 隶速双I 徐伦自己也继承了 琴阶成太郎的血脉 非常的能打 更不要说还有个能够毁灭世界的天气欲望 可是后来调营的三个儿子 能力一个比一个猛 波希米亚狂想曲和弟弟世界 都是可以媲美振魂曲的 他们的退长也都比较牵强 所以不少人都觉得 石之海的提身体系已经失控了 在得到迪奥的遗产后 白蛇进化成了新月 真正的重力使招 半径三公里内就是新月的世界 但徐伦还是用莫比乌斯环 打得有来有回 可是等天堂制造出来 就基本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天堂制造的能力是利用时间重置宇宙 无论是时间暂停 还是时间删除和时间回缩 都是有条件限制的 要么时间锁死在几秒内 要么本人无法直接干涉 这就使得 拿对上是时间系的提升 也不至于太过的绝望 但天堂制造身上的限制器 被黄母给摘掉了 白蛇之心的拳头 在普其眼里就和幻灯片一样 你的能力再强 也威胁不到不限加速的天堂制造了 毕竟命运是站在普其一边的 最后也只能和卡兹那时候一样 制造出了无处的巧合 才让安波利欧打败了普其 至于不要忙眼狼和奇迹云影的 通关难度 有时间再说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 多多支持白蛇 白蛇会祝愿你们 当中觉醒属于自己的提升能力